欢迎回到热线追踪 看见新媒体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变化之后 焦点回到我们乐听众身上 新媒体也带来哪些改变呢 随着行动载具普及 社区媒体推陈初心 以及短影音的出现 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够上网 生活几乎被影音占据 也引发科技界和学界的关注 研究发现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短 感官刺激需求越来越高 因此容易造成心理焦虑感 另外一方面 网路资讯真未难辨 大大降低社会的信任和安定感 不过数位科技的革新之路 来势汹汹 更无法回头 现况之下 我们该如何面对追踪革命呢 一块来看 暴走鞋 你也是看网路影片 才知道这个东西 对不对 而且你们看影片 你们看影片以为很简单 结束一天的工作和学习 谢玉为一家人共享晚餐 一边天南地北闲聊 餐桌时间 放开手机 是他们的共同默契 只是孩子们不免期待 3C娱乐的放风时光 妈妈什么时候可以看手机 你要吃饱 然后洗碗澡 然后 那我们要吃菜菜 不行 菜一定要吃 饭后 孩子迫不及待 拿出平板和手机 叠进网路世界 玉为从不刻意禁止 他认为培养小孩 善用科技 学会自制和规划时间 是未来更重要的能力 小孩 等一下看到8点半就要收咯 好 妹妹 我听到了 8点半之后要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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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讲完 8点半之后要干嘛 更何况小孩 就是大人自己都不一定有自制力了嘛 对 可是我觉得时间管理是 就像我跟他们讲的 就是做完该做了才能做想做的 一家四口各自滑着3C安静赋语 影片和游戏的音效填满屋内 正是许多家庭现代生活的写照 手机萤幕上 短影音占据版面 融灯大人小孩的热搜观看 电影 电影介绍 有商业的 然后也有美女 也有好看的 有一些其实也会跟工作有关 像我们是做电商 然后有的时候他会教你一些小工具啊什么的 自然就都看YouTube 对 都看短影片或短影片 对 就比较省事 因为他会整理好 对啊 虽然他不一定讲的是真的 但是就多看几个 就可以判别出 找到自己的脉络啦 找到自己想看的东西啊 举例譬如说搜寻出去玩的地方 或是住宿的地方 然后我觉得就蛮好的 短影片来说就蛮快有重点 第一个画面还是前几秒 前三到五秒就要中 然后你就会才去看下去 如果前面没有中的话就很无聊 就会滑走了 短影音大行其道 观察社群平台Instagram发现 短影音reels的触及率和按赞数 高于单张图片和多张图片的贴文 更远胜一般影音 而专攻短影音的平台TikTok 使用者年龄分布 以24岁以下排行最高和次高 第三则是25到34岁 有年轻化的趋势也和其他年龄层差异显著 短影音和社群平台成为资讯交流新热区 人人自由发表言论 更有机会包装成意见点秀 引发学者和教育单位忧心 真假讯息充斥 人们如何面对 我们可以去谈说 他可能这个讯息本身的来源有没有问题 王绍成是教育协会成员 长期培养学生媒体试读 他们调查签名活高中生发现 有87.4%收过错误讯息 而他们对网路资讯的担忧 前三名当中错误讯息排名第二 网路当中充满了许多的 比如说内容农场的资讯 那像那个或者甚至像YouTube当中 很多所谓的看起来像知识型YouTuber 但可能未必是破解这些问题 其实最重要的都是要有自己 独立思考能力跟批判性思考 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有评有趣 对于任何事情的判断到底有评有趣 现代社会不仅深陷真假资讯战 媒体新趋势也对人类带来身心变化 近年许多研究正在进行 假说仍尚待验证 不过微软公司不断发布相关资料 2000年人们的专注力平均是12秒 2015年下降到8.25秒 注意力变短 让短影音在2016年出现时旋即称霸网络 不过有医生却担忧 快节奏和高强度的视听刺激 恐怕引发焦虑和情绪问题 社群之外之后 你必须要在上面很多的一个互动连结 包括你可能会去点赞 或者你去发表很多文章 那这个东西的话 会造成你的刺激的一个状态 你要越来越快接受到刺激 那越来越快针对它去做反应 才有办法得到你想要的互动的一个感受 所以你的自律神经会不稳定 所以你的焦虑感 跟你的那时候的情绪变化的强烈度会更大 他700公斤 700公斤等于多少呢 14个妈妈 30你35个你 网络影音全面进入生活 享受数位便利和红利的同时 也带来全新的挑战和改变 小孩在3C上面会找到 他网络世界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可是那也许也是又要透过大人去引发 他们会去帮助他们 然后我就真的带他们去学 假讯息错误讯息这个东西 一直都在人类社会那样存在 那并不是以前就没有现在才有的 那至于现在为什么比较多频繁被讨论到 只是因为现在科技工具的发达 所以包含这些社群软体 或者是网络的发达 所以让资讯交换得越来越迅速 点开社群影音平台 各种资讯轻松随选 看似主动可控 事实上演算法已经逐渐操纵资讯来源 多数人不仅对讯息真伪感到恐怖无措 也不免受到媒体形态的潜移默化 改变身心习惯 已然发生的科技革命正考验社会 如何避免随波逐流 重新掌舵 破浪前行